所謂的擠壓領就是把它折起來了對不對 折起來了我們先把它先綁起來了 綁好了那因為這邊已經是密閉的空間了 那我們這邊連到那個盤光的位置要稍微幫它擠一下 那是幹什麼? 要讓它通常 要讓它通常 因為它這個等於說是密閉式的對不對 密閉式你去擠壓它是壓力往裡面跑 壓力往盤光裡面跑 就確定它的那個盜尿管的那個是順暢的 反正就記得每天都要這樣稍微擠壓一次 對去擠壓一次讓它不要說固定 就是裡面塞住的東西 如果說有東西塞住的話它才會動 它才會動啊 我們這樣擠壓它就會動 所以就是每天至少要這樣擠一次 或者你也可以折著然後這樣轉 然後再放開也可以 反正就記得每天都要一起 你再做一次那個動作 哪一個 你剛剛說怎麼轉怎麼轉 好 好 又先這樣弄起來 反正就是這邊先固定住 先先固定住 然後 然後我們這邊可以轉轉轉轉轉轉 你把它擠壓擠壓就很像擠牛奶這樣子的感覺啊 再轉一次再放開就好了 再放開就好了 就是至少每天都要擠壓一次 然後這邊就可以放開 每天至少一次 然後就記得就是要擠一擠 OK 好謝謝 還有嗎 還有啊 這邊還有啊 送夠 然後 也不要過度拉扯 就我剛剛講的 因為我很擔心會不會過度牽扯的問題 那要管雲 要帶接頭處於膠部固定 不要鬆脫 那這邊繞到出口應該隨時關閉 把蜜蜜蜂 防止瘦蜂 然後這個是應該可以理解 那搬運病人的時候 要先將引流管夾住 並臉要一回流 就是我剛剛說的 那尿袋高度要低於膀胱 這個我剛剛講過 通常尿應應流感染 但是不要放在地上 不要放在地上容易感染 平躺的時候尿管不要折到 平躺維持通常 那管的管路應該要旁邊放在床上 也不要垂下或彎曲 以利於單身 這個意思懂嗎 管路就是要不要垂著 或者是容易被拉扯到 露出來啊 比如說他坐在這裡 管路在外面 這樣就很容易被勾到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 那沒有特殊的禁忌 水要多喝 你可以用湯或果汁取代 每天用2500以上 那每天的尿量至少要1500以上 才是正常的啦 那隨便說 要看那個苦苦的聖功能 OK如果正常的話 應該就是要這個樣子 那要降低小便酸鹼值 可以喝一些小黃梅汁 或是服用維他命C 或酸性的食物 這樣可以減化尿液 可以避免尿路阻塞跟感染 然後其他尿袋應該每個82小時 或大尿袋尿量超過700 我們通常會建議就是 如果尿袋已經有超過一半了 就要倒了 一半是多少 一半你自己去衡量啊 對 但他帶子 他帶子 你覺得他已經 甚至有人會三分之一他就倒 三分之一就倒 他就覺得量有多他就倒 就是要倒掉 然後不要一直留在裡面 那其他的話 這個尿管就是插進去的那個尿 尿到口的位置 還是每天要洗 每天要洗 不見得說一定要用優點去洗 但是就是每天還是要清潔 清潔就好 不需要去徹底去塗抹什麼東西 這邊如果剛才講的人 就是確實用肥皂清水 可以重新會因果的地方 那這邊你再看一下 你的做法跟他說的一不一樣 然後總之 原則就是每天都要洗 那其他的出院照在這邊 再看一下 嗯哼 那一樣啊 就是回去的話 如果是有尿管發出啊 尿管污染不再破裂 嗯哼 可以更換或是下巡 那個居家 或者你的暗氧中心 嗯哼 那有這些症狀的 是要放回來 發燒發冷 尿到粉朵 再打 然後一本朵 有二抽 所以我剛剛就覺得 非常混合嗎 對啊 尿到口的分量 突然變得很多 嗯哼 所以我們要尿量 尿量少於每天五百 或尿管突出 嗯哼 那注意發燒發冷 這個是很有可能 因為尿到口感人 就是發燒 嗯哼 所以有這些情況 還要再回來 這張分子給你啦 好 感謝感謝感謝 那另外這個是 沒有要到感染的注意事項 嗯哼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是 盡量讓伯伯多喝水 其他衛生習慣一樣 就是每天都要清嘛 嗯哼 那女生就是從前面往後 那你會用那個寶貝袋的話 其實你就每天幫他沖一下 這樣子 嗯哼 那不要包著排擠 那尿布一定要清換 嗯哼 一定要清換尿布 那其他因為醫生有配藥給你那個藥 一定要按時間吃 嗯哼 按時間吃 然後吃完之後 如果說症狀還是有持續的話 還是要回那個米納分美酒 嗯哼 好謝謝 感恩 感謝